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根本不会吃水果 我不信 不信啊 看视频 这三个视频呢 全部都是营香号里面最火的水果新吃法 咱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些方法到底是好用 还是奇葩 水果我全部都已经买回来了 咱们先尝试柠檬的新吃法 先把柠檬头都切掉 然后再把喷头插进柠檬里 现在的柠檬像不像一个小喷壶 咱们来看看它到底能不能喷出水 再给你们仔细看看 这样做出来的柠檬喷壶 特别像小时候小白布里面卖的那种喷子饮料 让我来尝一尝跟正常吃柠檬有什么不一样 好酸啊 还是一样的酸 唯一一点区别就是 喷出来的柠檬汁了不带柠檬皮的苦味 你们觉得这个柠檬荤檬新吃法 是有用还是没用呢 吃完饭你们咱们再来吃一个甜芒果 你们平常是不是觉得芒果皮特别的难剥 奇奇我每次剥芒果的时候 都会把手上弄得黏糊糊的特别的恶些 所以现在来试试营香号的新吃法靠不靠谱 按照视频的方法先用勺子刮芒果的外皮 这样刮起来真的有用吗 我还得先给芒果做个麻沙鸡啊 刮好之后用牙签把它的皮割一个小口 这个皮还有点难割 继续从屁股给它来一刀 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操作 接下来就是渐渐奇迹的时刻了 你们说这个芒果皮能剥下来吗 我要开始剥咯 小赶们别眨眼 皮是青春剥下来了 但这个芒果怎么烂了呀 看来水果对老板欺骗消费者呀 不得不说 这个方法剥芒果皮那是真的坏呀 一下就剥出来了 虽然芒果烂了 不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